聪明的女人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生活 只有笨女人才折磨自己 你呢 很多时候衡量在一段感情当中的你是否幸福 其实跟你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在感情当中你总是想着维护这段感情 想着这段感情的未来的话 那么你是一定会受到感情温柔以待的 因为在感情当中你能够得到多少 其实跟你付出了多少是成正比的 所以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女人来说 在感情当中总是时时刻刻享受着生活 只有那些笨女人才会想方设法折磨自己 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有自己的地位 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态度 因为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 其实就决定了这个人在感情当中获得幸福的多少 如果你总是计较一些小事的话 那么在感情当中你是不会得到你自己想要的幸福的 因为感情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相互容忍 只有有了彼此之间的容忍 那么在遇见一些麻烦的时候 才不会总是吵来吵去 而对于那些小心眼的女人来说 肯定是不会得到很多幸福的 这其实就跟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有关 其实很多时候感情并不是很复杂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 只需要彼此之间相互尊重 共同维护就可以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却并不会为了这段感情付出自己的所有 所以说在遇见一些比较大的矛盾之后 就很有可能会让彼此之间关系变得很尴尬 而对于一个聪明的女人来说 在感情当中肯定是会尽可能避免那些麻烦的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就会生活的很好 但是那些总是较真的女人 在感情当中总是将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不会得到想要的幸福的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 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得到幸福的话 就一定不要将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 因为这会让你变得很自私 感情是需要彼此之间维护的 因为没有哪一段感情是能够始终坚持着走下去的 必须要靠着彼此之间的付出才能够维持下去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一定要懂得付出 而不是会一味的索取 因为你的索取只会让这段感情变得越加滋力破碎 对于那些真的将这段感情看得很重要的女人来说 其实在感情当中是会获得更多好处的 因为感情真的是靠着彼此之间相互尊重 以及对感情付出多少存在下去的 所以说聪明的女人不会一味索取 也不会总是无理取闹 跟男人闹得很尴尬 因此他们知道只有彼此之间相处和谐之后 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 那些比较聪明的女人是不会去破坏跟男人之间关系的 而是会想方设法在感情当中做出自己的努力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跟男人相处和谐之后 才能够在感情当中获得双赢